昨天晚上在高雄市的新兴区 一名38岁的陈信男子跟友人 在酒后搭计乘车 途中因为陈信男子想吐 因此无心驾驶在博外路跟名城路口停车 想让陈信男子休息 但没想到陈信男子却吐在车上 事后不单是谩骂司机 甚至连路过的车辆都被他大吼来叫嚣 而警方后报之后赶往现场控制 索性整体事件并没有扩大成冲突 来看一段当时的现场画面 画面中可以看到穿着白色上衣的陈信男子 下车之后依旧是摇摇晃晃的 在友人的搀扶之下 不断地对计程车司机碎念入骂对方 甚至抢无性驾驶要不要新台币10万元呢 后来双方火气越来越大 整个过程都被无性驾驶全程录下来 而警方到场之后呢 将陈信男子跟他的友人 以及无性驾驶三个人 统统带回派出所协调 最后陈信男子酒醒之后 四以四圈免新决费跟无性驾驶进行和解 双方并没有提出高速